说真的 刚才Cypher真的非常的认真 尤其是姬哥最后那一轮好家伙 想要证明自己 姬哥在凯哥很开心地 做了一轮Cypher之后上去 姬哥说一下 刚才是一个什么想法 就有点激动 对 就有点激动 很久没有这样的 对 没有这个情况 我也基本上没出过整装的 但看到了很多新的东西 有很多还没有发行 对 谢谢你 你现在招多按发行来了 就是 要有新的到时候会开花部会 对 对 哇塞 厉害了 赞多 感觉如何 特别的开心 我感觉回来家乡 对吗 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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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感觉 对 很温暖的样子 谢谢 太厉害了 谢谢 真的 飞来飞去的 飞来飞去的 就是第一次参 就是在现场 就是感受这种氛围吧 大家都太牛了 找回了青春的感觉 找回了青春的感觉 赢第二次的战争 我很过瘾 太厉害了 好喜欢 我就是好久没有经历过这种战争的氛围了 然后感觉就是真的是回家的感觉 回到曾经跳舞的感觉 我觉得可以多有一点这样的机会 然后大家都是热爱街舞的人 所以未来希望多一点机会可以这样玩 感谢 感谢 我觉得这个氛围真的是一起大派对的感觉 跳舞是一件非常开心放松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就是去做这个主题的一个终止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街舞文化还是很开心的 大家都是可以把街舞当中一种健身也好 运动也好 快乐也好 交朋友的方式也好 是一个很潮流的一件事情 然后包括2024年街舞也成为了奥运会的项目 未来几年我想有更多的一些优秀的舞者 甚至能在奥运会上能拿到金牌 在看完特别嘉宾的表演之后 复赛第三场正式开始 本场比赛共分两轮 作品战和Battle战 两轮积分相加 积分最高的队伍将全队晋级 积分第二的队伍拥有五个晋级名额 积分第三的队伍拥有四个晋级名额 积分最后的队伍将全队淘汰 四位队长拥有三个复活名额 将根据舞者全场表现 选择给予晋级 根据事先抽签 四个队伍已分别与八位热爱街舞的嘉宾 组成八支队伍带来八个作品 Senta Senta 哇 纯凶 八个作品将两两进行比拼 四位队长和大师团代表 以及八十位评审 将会在每组表演结束后 进行打分和投票 获胜的队伍获得一分 落败的队伍不及分 希望各位舞者能展现出最好的自我 带来精彩表演 请四位队长入座 首先是街舞能力者和选手 带来的四组合作舞台对战 现在有请他们上台 我们来转瓶子 开始 请四位代表来到我们的台中 我们要转瓶子 决定我们的对战关系 转 第一个出场的是卡尔腾队 他们要对阵的是 豆豆队 最后是马东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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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把舞台交给卡尔腾队 卡尔腾队 成员 Shadow Q卡 欧阳 成哲 街舞能力者 歌手 制作人 小鬼 很简单 我们爱 hiphop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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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卡 我是你的粉丝 谢谢 对 我 是鬼丸吗 是鬼丸 对 很高兴见你 我从很小的时候就看 Kyoka 跳舞 我看着他看着他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居然有一天 可以跟 Kyoka 一起 站在舞台上 所以跟 Kyoka 站在一起的时候 我有的时候会觉得 看着他心里很开心 也是想打内心的告诉他 我真的很爱他 也很想跟他做朋友 不想打电话 你怎么打电话 怎么打电话 怎么打电话 但我太累了 太忙了 小心 谁 对 你比较容易吗 对 我觉得比较容易 我跳到HipHop HipHop五年了 哇 对 但是 你年轻了 对 我十五年了 十五年了 可能 对 然后我去比赛 嗯 对 对 我看到你的影片 对吗 真的吗 我跳舞很糟 所以 我之前 我去召唤人 召唤人 召唤人 所以 我没有跳舞 嗯 其实对于我来说 这个节目像是 我其实自己挺害怕 去面对这件事情的 因为 跳舞这件事情已经从我人生中最重要我最擅长的一件事情慢慢的变成了我不想要去触碰它的一件事情 因为从理论上说我已经放弃舞蹈了 在我人生中 所以这个爱跳舞的那段时间是像疯了一样的就是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 但我后来还是选择说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来因为它毕竟是我人生当中曾经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 在哪一刻 任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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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可以 可以 武人 弃 他很努力的 最后一段时间 我感觉很不错的 我非常心疼 我非常努力的 感觉很感受 他今天是 舞台上的 舞台上的 参加者 所以我感觉 我感觉很尊重 他最初的舞台 使用了舞台 舞台上的舞台 也很感觉 看到我身边站着 是这个世界上最棒的dancer 我就算做不到很好 但我会拼尽我的权利 只要我能做到 我一定会用尽全力的去做 这排他们 等于是全场最纯粹的一支作品 他们四个这样子合起来 用那么hiphop 的音乐去跳 这个音乐响起来 大家就已经爽爆了 我就觉得 哇 hiphop 回来了这种感觉 有点惊喜到我的 就是让胶片去做那个car 胶片可以当方向盘 也可以当轮胎 我觉得这点用的特别棒 最后跑到最前面 把胶片一折 感觉更像是有一种 去他的音乐 去他的什么什么 就是一切都豁出去了的感觉 四位队长还有大师团 得开始打分了 现场各位评审 如果您喜欢这一个作品 请投出您手中的绿色毛巾 几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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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呢还得让他们自己来讲一讲 怎么会编排出这样一个作品跟小鬼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 hiphop 我们都在表现了 一番hiphop 最盛的时代的 90s的曲子 使用 90s发型 他就是 是 他就是 在一个 中间的 Grafty DJ Rap Dance Dance 含 包括 Hiphop 所以 Dance Style Hiphop Dance 这样的东西也 通过作品来传达了 所以我做了 对 小鬼吧 跟大家一起合作这支舞蹈 感觉怎么样 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 太疯狂了 因为 其实 我已经有很久都没有跳舞了 也离开了这个圈子很久 然后 我们一起在完成这支舞蹈的过程当中 他们给了我很多的鼓励 然后 一起在排练的过程当中 一次又一次的配合 一次又一次的练习 就像让我回到了当时 我最开始跳舞的样子 其实今天上台的时候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要以什么样的方式 什么样的造型站在这个舞台上 但其实这一次 我是戴了个帽子 因为 这是我最早 站在Battle比赛上的样子 就是只是戴个帽子 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对 这个舞台的尊重 真的太棒了 我相信热爱也是我们所有人 聚集在这里的这个原因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来点掌声 因为HIP HOP 因为舞蹈 做得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所以你跟QK是很早就认识吗 不是的 我记得我17岁的时候 每天必须得要看他的视频 睡觉 我昨天不敢往下问了 这我怎么不敢问的 他就是17岁的时候要看那个Q卡视频 是要就像我那个18岁的时候喜欢听郭德刚老师的相声 是差不多那一首 哦 遥不及啊 陈陈那张 这个作品我很喜欢 其实我也是90年代 就90年代 开始喜欢上了HIP HOP 然后从最开始小鬼在这个DJ台上面 然后一下来就是大家就是先放送放送FREE 然后直接进到了这个变舞的模式 包括中间你们的表情和态度也是很HIP HOP 中间也加了一些Sea Walk在里头 然后我看得很舒服 我很喜欢 我觉得是一支特别HIP HOP很纯粹的一个作品 而且没有用很多花哨的编排 干干净净的 我也很能感受到这种HIP HOP的氛围 包括其实小鬼也是之前也是HIP HOP dancer 所以他我觉得在这个作品里面的融合度是很高的 然后跳得很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 很喜欢这个作品 非常喜欢 你们所说的那个元素啊DJ啊 然后不光它只是一个DJ盘 然后会变成车 这个想法很好 只是觉得后面会有一点点的音乐上的屏 但你们的状态都非常的统一 能看得出来就是非常的喜欢HIP HOP 然后Shadow 你不热吗 穿了个棉袄 我需要HIP HOP 但现在已经疲惫了 谢谢你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上他们的对手 是我们的DODO队 成员有DODO Yuki 昂昂街舞能力者是唱作歌手演员富龙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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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